我們回來持續來討論 其實剛剛我們在第一階段 就已經稍微有先帶到這一篇社論 我們來看到這個聯合報的社論 他講到這個部分 這個下一個標題 黨主席震不住蔡英文如何做總統 其實裡面講到一段 這個他看到就是說 現在蔡英文的處境 和競選電視廣告上面 抱著瓶裝水在倫敦逛大街 那種氛圍優雅的氛圍 已經是天壤雲泥了 現在完全不同 為什麼想 當然第一個我們剛剛講到 他是不是震得住 這些黨內大佬不斷每天爆料 第二個他又另一方面 他又說我說的算我負全責 現在黨內不要再跑了 一方面是顯示出來 如果他不解決的話 是不是太過於軟弱 或震不住腳的形象 第二個他如果表現太過於專制 現在講到說我負全責 所以我們請教一下這個委員 現在是不是對於這蔡英文來講 是已經沒有辦法維持 當初在拍競選廣告 那樣子的一個保持 那樣的一個身段 反而是對她來講是動輒得救的情形 我一直有一個觀點 不見得正確 因為我是國民黨 不是民進黨 我一直認為靜態的蔡英文 強過動態的蔡英文 蔡英文越動越表達越主張越論述會越慘 蔡英文越不講話越含蓄越溫婉越微笑 越保持沉默他越強 所以蔡英文去年跟五度選舉的時候 周園倫早上要死喔 大了兒子早上要死 蔡英文都不跑都不動都不去拿100萬票 所以這一件事情我看出來 尤其最近蔡英文公布那個競選廣告 我在那個國民黨立場也不見得客觀 請大家重視參考 我發現她在東思 孝萍學當年 馬英九的形象跟馬英九的包裝 跟馬英九的電視廣告 她要創造一個新穎的 國際的 期待的 理想的 夢幻的一個蔡英文 所以你如果說 她是女版的馬英九 如果用電視廣告來看 還真的有點像 那代表說民進黨的思維 再往這個方向轉 她認為不關於索金雄 也許是謝堂堅 或者是演陳水扁 她不能夠再用那套方法打選戰 所以她不要創造一個東西 可是她又沒有辦法割捨掉 她的台灣人的意識形態 所以她又說我是台灣人 所以我覺得那是一個 很光怪 陸離 匪夷所思的 電視廣告 那麼今天蔡英文 她能不能震得住民進黨 我的看法就是 今天最痛苦的就是 蔡英文自以為她震得住民進黨 她可以剛權獨斷 可以掌握一切 問題她現在所利用 能夠震住民進黨是誰呢 誰貴拿耳朵 是謝堂廷這樣的人嗎 是金美玲 公媽牌 台獨意識形態 孤寬敏這些人 所以今天在幫她講話 在幫她辯護的人 如果說今天這些人 都是像韻鵬這樣 至少我覺得韻鵬 是一個可以尊敬的對手 但是我覺得韻鵬 因為歌沒有唱得楊烈好歲 所以她不能夠選 北投士林的立法委員 那這就很好笑了 就好像趙世強 因為棒球打得比蔣乃心好 所以她徵召到台北市大安區 我就覺得今天民進黨 失去了一個理想 失去了一個核心價值 然後蔡英文 又沒有帶來新的核心價值 然後她又沒有脫離 原來陳水扁的核心價值 然後我們又看不出來 民進黨提出新的什麼東西 所以為什麼不分區的名單 我們會這麼在意 我再引述一段 昨天謝堂廷在內部開會講的話 就剛剛電視台播出來 他出來講的話在裡面講了 他說今天我們這份名單 雖然很有爭議 但是應該等國民黨的名單出來之後 跟他對照 我們就比他強了 所以各位 現在全國最期待國民黨名單 很爛的不是在座的各位 不是各位 而是民進黨 而是謝堂廷先生 他認為國民黨名單 只要出來比他們爛的話 他們就能夠解套 加上能夠擺脫這個困境 所以因此不用急 我們這段名單還一定 不一定是最差的 講能聽一點 我做一個國民黨人 我也有反省的心 如果要比爛的 要比爛的 那你何必用這種角度來講話呢 你當年講李登輝黑金 講李登輝貪污 講李登輝會選的 不就是你民進黨嗎 不就是你陳水扁嗎 根本就不是無敦力先講的 所以今天講李登輝怎樣 把國民黨拉下來 是你民主進步黨啊 結果今天你的不分區名單 出來之後 被人家罵的這個樣子 結果你說要等國民黨的 不分區名單出來 對照之後 就能夠凸顯出來你們的好 我覺得真是等而濫之等而下之 其實喔 國民黨不分區名單一出來的話 當然可以比啊 第一個比 比一個柯建平比一個王金平 就是崔棠今天已經有講到了 那柯建平就有黑金的話 王金平就不黑金嘛 王金平的黑金 是在選黨主席的時候 馬英九給王金平選黨主席的時候 馬英九就打完你黑金啦 不是嗎 所以說這個現在誰要震得住誰 馬英九震得住國民黨都震得住 國民黨那麼多大佬 還限制國民黨在不分區立委耶 馬英九震得住嗎 你沒有震住啊 但是他能說我震不住嗎 他還要講我負權責 一樣的嘛 蔡英文震得住民進黨 當然震不住啊 你下面沒兵沒將 智力又有錢你怎麼震得住 但是他能說我震不住 因為是民進黨需要蔡英文把他拱出來 變成民進黨的共主 那出來以後蔡英文又選 又連選舉都一直姬曉勝 認為姬曉勝到總統可以變成一個大勝 但是可能姬曉勝變成大敗有可能啊 但是這種情況下是民進黨比較需要蔡英文 蔡英文如果不選總統 是民進黨需要他 但是為了他要選總統 現在他現在需要民進黨 他要下面這些人去幫他去拉票 所以不分區不要講那麼多 什麼四代交替他騙人的 四代交替 陳唐山最老了 你去徵造陳唐山 什麼叫四代交替嘛 這個都是一個原則 有很多例外 他最重要的原則是什麼 勝選 所以什麼都沒有關係 不過我們看到 這樣子其實這個社論這個標題 這黨主席震不住 現在是蔡英文的形象 是不是慢慢在改變 會變成這樣子比較 震不住腳的一個形象 對主持主持我們在講說 明年的這個總統大選誰贏 那當然如果任何一方贏 就表示另外一方是輸的嘛 輸的會有什麼下場 我們就先講蔡主席 蔡主席又輸了 依照民進黨慣例一次黨主席啊 然後呢 然後被圍毆嘛 因為民進黨如果沒有辦法 重新拿回政權的話 立委的席次增加 這大家本來就知道了 所以立委增加的功勞 也不會算在他頭上 因為民進黨上次真的是選得太慘了 那同樣的邏輯在馬英九身上的話 馬英九如果連任失敗 馬英九也得辭黨主席啊 然後馬英九跟金普聰啊 在國民黨弄權這幾年 一定被抓出來檢討的嘛 兩千空百里把你們扛起來 你做一瓶就叫民進黨寫下來 一定被圍毆的嘛 就當初李登輝被圍毆的狀況是一樣的 你為什麼把政權丟掉 那民進黨搶不回來 還比較情有可疑 因為民進黨是挑戰者 輸了就算了 蔡英文你都回家 因為家裡有錢嘛 你都回去教輸 他也無所謂 因為他本來就不是民進黨的人 可是馬英九的狀況不一樣 馬英九好不容易搶回來 你還做個一任四年 又拱手讓 那我們也可以想像說 國民黨這一次的立委 其實一定往下降了嘛 不可能再贏那麼多了嘛 那如果你總統又輸 那不得了啦 那馬英九等著被檢驗啦 所以我呼應剛剛用聲調 道怪獎說 雙英如果誰輸 誰就等於要退出政壇嘛 一定被修憶的嘛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不要談不分 因為不分區 國民黨推到九月 我們講區域立委 目前兩黨已經確定提名的人 都有會選的人在裡面 我想請問蔡英文跟馬英九 你們兩個的標準是什麼 你們兩個一個劉英一個劉美 都念到博士 都在大學教書 講了一副很像 就是你們提名的 所以蔡英文你最好 就站在廖本燕旁邊 對不對 馬英九就站在廖正廷旁邊說 我就提名這個 我就支持這個 就手握起來 動選這樣 這兩個因有什麼道德標準 向庭講的也不是沒辦法 我覺得提名會選啦 你不高興啊 那你就不要偷我啊 所以搞到最後 大家都是喊那些 不用拖到九月檢視部分區 把... 葉主持人我們也有那個名單嘛 把區域立委的名單一個一個拿出來 誰幹過什麼事情 這清楚的不得了啊 有什麼資格講別人 自己董的褲子一堆 其實都很不好 名單都不好看 是好 我們先進廣告